民進黨徵召吳怡農 交諸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補選 但吳怡農卻把這次九合一大選大敗 歸咒與民進黨沒半初選 對手質疑 吳怡農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如何出現的 非常時機 每一個黨都會有徵召例行性的做法 當然是希望回歸到初選 吳怡農先生是小英男孩 就是小英制度的受益者 所以我也不太曉得他這次 他用什麼樣的立場 去批評所謂的初選制度 議員徐曉信也開算 原來吳怡農的意思是 提名別人就要檢討機制 但若是提名自己 就是非常時期不得已 這個標準很雙很民進黨 但雙標的不只是初選制度 蔡英文才喊說要杜絕黑鏡 站在身旁的 確實有黑道背景的皇城國 而吳怡農登記選北市黨部主委時 也被指稱有黑道陪同 黨內還出現上百位黑道人頭黨員 要說明和黑道掛鉤 不知道有誰會信 趙介佑是我開除的 沒有資格成為黨員的人 都離開黨部 這是我們做到的 他販毒詐欺 甚至囂張到到派出所 可以去看他的小弟 趙介佑不應該被開除嗎 現在怎麼好意思 還把他當作一個政機來做宣揚呢 連超挺率的館長也看不下去 通批蔡政府的內閣一團糟 大官縱容黑道恨行 四處貪污 有這幾個隔魁在幫台灣內政做事 台灣一團糟 黑道管黑道嘛 公堂有 管 警察 當然整個都黑道啦 那蘇貞昌嘛 用人為財嘛 南瓜四處貪污 裡面虧了幾百億 虧了上千億 那你覺得他們會幫人民做事嗎 騙票啦 民進黨喊得改革卻遭到外界質疑 究竟是真想翻轉現況 還是只是為了騙選票 百姓都看在眼裡 記者余盛新宿廣告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